这场危机对整体经济的危害 是历届政策制定者都不会忘记的 在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书房的壁炉架上 摆放着一块画廊制作的白色紫板 上面写着普罗旺斯语的蓝色名文 深思 慎言 不留文字 这位寡言少语的摩根公司创始人 在1907年这场风暴来临之时 却成为了一位真正的沉默的救世主 1906年的美国 仍处在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但现金紧缺的前兆已经开始出现端倪 二十世纪初美国经济高度繁荣 市场对资本的需求不断增加 这也促使了美国机构与个人投资者的过度举债 也催生了一个新型金融机构信托投资公司 信托公司可以做商业银行不能经营的投资业务 但却缺乏政府监管 这使得信托公司可以没有限制的吸纳社会资金 投资高风险 高回报的行业和股市 1906年 纽约一半左右的银行贷款都被信托公司作为抵押 投资在高风险的股市和债券上 没有监管的信托公司使得金融市场的泡沫无限膨胀 然而 1907年开始的一系列事件使得这种泡沫无法持续 欧洲爆发战争 导致大量的黄金资本迅速从美国流回欧洲 4月就金山大地震造成严重破坏 2量的资金都用于灾后重建 现今发生告急 于是金融市场逐渐恶化 6月纽约市市政债券发行失败 7月同交易市场崩溃 8月美孚石油公司被罚款2900万美元 到9月股市已下跌了近四分之一 10月 这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终于出现 美国第三大信托公司 尼克伯克信托投资公司 对联合同业公司的收购计划失败 而这也成为了助推大恐慌的 多米诺骨牌第一张牌 作为掀起巨浪的这只蝴蝶 纽约开始传起了尼克伯克 即将破产的留言 舆论发酵后 市民们在各个信托公司 彻夜排队取钱 而在尼克伯克倒闭后 银行担忧信托公司连累到自己 要求信托公司立即还贷 受到两面催款的信托公司 只好向资本市场借钱 借款利息 甚至达到150%的天价 恐慌让银行间抽现 携带现象 美国金融市场资金流动 陷入停滞 股票市场几乎处于停盘状态 参与同矿股票投机的 八家纽约银行和信托公司 在四天内相继破产 在这场风暴来临之时 当时复克敌国的摩根公司创始人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凭借其声望 实力与影响 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中央银行的角色 并表现出惊人的行动力 摩根成立了一个 由银行家组成的联盟 设立紧急审计小组 来评估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的损失 向困难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 购买其股票 在危机刚刚爆发不久 摩根把所有的信托公司总裁 都召集到一个会议室 铁弯要求他们出资救助信托 在第一次向纽交所砸钱救市的时候 摩根只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筹集到了2500万美元的资金 摩根凭借强大的号召力 为市场注入了一股强大的信心 对恐慌来说 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而摩根或许就是此次 就是行动中 为人们内心注入确定的就是主 危机爆发之后 从政府到行业组织 从企业领袖到深县 几对风潮的金融机构 一场穿透整个社会的就是行动 果断而且有力 在三周的时间内 将危机最核心的部分成功化解 有私人银行家组织力量 来应对一场国家范围内的金融危机 这在美国金融史上 是绝无仅有的袭击 此次危机也因此作为 摩根的个人传奇而被载入史册 美国政府曾经短暂成立过两家 类似中央银行的机构 美国第一银行和美国第二银行 但由于私人银行家们对中央银行的抵触 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都只存在了20年就被关闭了 之后的70多年里 美国政府没有再试图建立一个 类似中央银行的机构 然而这场恐慌危机后 之前一直认为有清算所就够了 不需要中央银行 从而十分抵触中央银行的纽约银行家们 但金融危机使他们的立场纷纷转变 人们逐渐意识到 需要有一个中央银行监管金融市场 1907大恐慌后 参议员奥尔德里奇组织了一个委员会 针对危机成因和教训进行系统分析 并起草提案主张应该效仿欧洲国家 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银行 在发生金融危机时 可以向被挤兑的银行提供紧急贷款 稳定金融市场信心 1914年 美联储正式成立 历史有重演的特性 它会一直持续到教训被人领悟为止 构想未来只能在结构过去中获得 虽然历史并不会简单的重复 但我们或许也能够从历史的运脚中 获得一些启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